華為大世界來關心 美國疾管局CDC公布了重磅消息 老師研究員採驗了將近7400個 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採集的捐血樣本 從中竟然發現有106個樣本存在新冠抗體 研判可能是在去年12月中 美國就已經出現首例新冠病患 美國疫情每況愈下 全美11月新冠病患的住院人數翻了一倍 醫療體系瀕臨崩潰 全美單日新增確診數 從11月初的一天8萬2000多例 暴增到月底一天16萬例 多了幾乎一倍 單日新增死亡人數也拉高78% 如今美國CDC更公布重磅消息 最新報告顯示 美國的首例新冠病患 可能早在去年12月中 就已出現 比官方在今年1月19號才公布的首例確診 早了一個月 甚至比中國首度通報WHO的時間點 還提前了兩星期 CDC取得美國紅十字會在去年12月13號到今年1月17號 搜集到的近7400個捐血樣本 發現有106個樣本存在新冠抗體 當中有39份來自加州 奧勒岡州跟華盛頓州 採集時間為12月13號到16號 也就是說去年12月中新冠疫情可能就在美國西岸爆發 CNN更獲得中國內部文件獨家爆料 中國病患從出現症狀到確診 平均的花費長達23.3天 確診者四處跑也讓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您好 畢業